好, 又來到我的頭珠界面 繼續和大家說回 2024年1月28日, 星期日, 沙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 就叫做單Q一窗過 和大家買回兩隻馬匹 至於這次我們不買到場合, 就會是這場的第一場 這場第一場是我們的四班草莉A加三欄, 2000米的賽事 這場馬上, 不算太多馬, 只有10匹馬來跑 在10匹馬裡面, 我們會買到哪兩隻呢? 一起和大家來分析一下 這場馬, 其實有些馬最近幾好成績, 幾好狀態 就像這些三號的奇妙年華一樣 這匹馬最近跑第二、第一, 基本上近跡很好 這些馬最近近跡這麼好, 接下來是否值得來買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吧 這些奇妙年華, 今次都放到報名上去 整個組合都很好, 是吧? 接下來是否值得來買呢? 看看吧 這匹馬, 其實它最近的近跡的確是不差的 因為你看到它, 季初都跑第四、第十二 但是呢, 都慢慢進步, 跑到最近的第一第二 越跑越好, 越來越進步 無論是說, 跑谷草, 二千二, 還是沙田草地 都有好的表現, 是吧? 接下來就跑沙田草地二千米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看, 奇妙年華上將 怎樣跑那場沙田草地二千米的賽事 先看看, 奇妙年華到底這隻馬有沒有料到? 上將奇妙年華就排著三檔來跑的 是, 三檔, 大家 即是說, 四號馬匹, 六三, 黃帽 紅色戰爪就知道了, 大家看看它上將怎樣發揮 奇妙年華這匹馬, 其實上將有流後來跑的 這隻馬流後來跑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隻馬, 以往都是流後來跑的 以往它贏馬都是流後的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慢了閘 是不是流後跑最出問題呢? 其實完全不是的 沒有問題的, 總之它這樣跑 因為這隻馬跑長途, 它都變咒了 那今場馬其實都不例外的 你會見到這隻奇妙年華 一陣都是說會出現變咒的情況 它去到中段, 千多米 它就踩油, 特意變咒, 押上前來跑 吃著那個慢步速的 基本上它每次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這隻馬上場這樣跑 是不是很吃虧呢? 擺明就不是的了 因為它很早已經是說變咒了 跟前面的慢步速來跑 所以實際上, 今場馬這隻奇妙年華 都是說說賺的 因為, 是吧 你看看今場馬的步速時間 今場馬都是說 偏慢步速的賽事來的 那麼, 頭千二米呢 是在做多少呢? 頭千二米呢? 是在做1分16秒77的 那麼, 這些時間 其實絕對是慢步速的 慢過標準時間的 那麼, 慢步速 所以, 其實就是幾里 擺前走馬來跑的 所以, 最終, 這隻奇妙年華 那麼, 這樣再加回前 那麼, 頂到第二名 所以, 我覺得他 其實, 表現呢 都是不過不失的 就是說, 正路的表現 說真的 你說, 他是不是真的說很強 你看到他最後的勢 是不是很強 其實, 說真的, 又不是的 你看到他, 是吧 那麼, 至少他根本上 都不夠那隻頭馬跑 頭馬是帶掉他 完完全全帶掉他 然後, 贏了他一個多兩馬位 所以, 你說這隻馬 最近好賽職 是不是真的這麼強 其實我認為 不是的 這隻馬 他是好賽職 但是, 是不是真的 這麼強的馬 就不是了 因為, 始終, 這隻奇妙年華 都在說輸給慶萬家 是吧 輸給慶萬家 是吧 慶萬家 接下來的一場 又會再出再跑 你看看 八號馬匹 就是他 慶萬家就贏奇妙年華 還要贏他一個多馬位 一有二分之一個馬位 所以, 二馬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慶萬家 其實都比你這隻奇妙年華 是吧 因為這兩隻馬 其實上場都同時是賺的 而慶萬家 上將又砌下 一堆殺力馬 是吧 你看看 慶萬家上將是贏到 未來同場再出的奇妙年華 長龍再現 小神仙 逐步贏 和香港精神 就是慶萬家 已經砌贏過 未來同場的五匹馬 所以二馬論馬的話 你怎麼稱 都是先稱這隻慶萬家 先 先比這隻奇妙年華 所以我覺得 儘管 奇妙年華 最近近跡好 未來這一場 換到報名也好 其實 有馬砌低過你 有馬也是說 在未來這一場 先比你 所以 減馬方面 可能這隻奇妙年華 在未來這一場 我都未必會選到 未必會選到 因為上次 真的見到他 是賺了整個 補出形勢 萬步速 其實你多管 你擺錢來走 慶萬家也是 其實兩隻馬都是賺的 所以這場馬 其實我沒有選到這些馬 反而選了另外一隻 至於今次我們會選的馬 是哪一隻呢 我們會選一隻 輸了給慶萬家的馬 來買 說緊的 其實就是這隻十號 小神仙 今次其實我想 駁回田泰安 這隻小神仙來買 為什麼會選他呢 為什麼這隻馬 輸了給慶萬家 大家也會選他呢 我們先來再次看 小神仙上將 到底為什麼會輸 他怎樣跑 先 小神仙上場 就排著十一檔 劣檔 來跑的 這裏就是他 藍衣 黃帽 紅色戰爪之左 大家看一看 他上將如何合費 這隻馬 頭段時間 其實就被人頂 你看到 被人頂了一些 四疊五疊的位置 這隻馬 其實一直都賣不到 所以很吃虧 去到這個彎位 他還走三疊 這隻馬 其實蝕得很乖 你看到他沿途不斷地 這隻小神仙 因為是劣檔的關係 十一檔 你就很難跑 你叫人怎麼跑 一路蝕一路蝕 一路被人頂 去到千三 千三米 這隻馬 還被人頂 你看他蝕多少腳掌 比起裡面那些 其實每隻都埋得很難 甚至是跑二疊 你這隻慶萬家 你都走二疊 其實你比他好很多 小神仙是不斷地被人頂的 你問一下 市民怎麼跑 這樣蝕法 怎麼跑 一路走三疊 還要去到轉彎入直路 轉彎入直路 還要再被人頂 那隻蝕龍再現 再頂他出去 這隻小神仙 就近蝕了 基本上要逃到最出最外疊 嘩 你看回 大佬這隻小神仙 踏到差不多十疊 十一疊 這樣蝕法 你真的怎麼跑 但你看回 最後這隻小神仙 都有兩步 都會追上來 是吧 你見到 騎士打下去 其實它是有反應的 是吧 裡面那隻就沒有了 是吧 看到嗎 本來它其實過不了 裡面那隻的 是吧 未過它的 但騎士打多兩邊之後 它是將裡面那隻馬 趕過了 是吧 這隻馬其實有勢的 舍這麼多都有勢 還要加上今場馬 是怎樣 慢步速 剛才說過了 慢步速的賽事 都追上來 最後就是跑到一個 第五名的名次 追近 所以我覺得這隻小神仙 其實是挺厲害的 雖然說輸給慶萬家那些馬 慶萬家奇妙連話 其實小神仙上將不夠他跑 但你考慮到 他上將是舍了整個形勢之後 你會覺得這隻小神仙 其實也是挺厲害的 是吧 你實不當 那 舍完萬步速 後來都追到 追到第五 所以小神仙其實 上將表現絕對是不差的 這隻馬 雖然今季看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表現 跑到第五 第八 第四 第五 但其實他很多場都是說 蝕了形勢 所以這隻這樣的馬 接下來這一場 他再出 是不容忽視的 尤其是他繼續跑 那些沙田草 那些四分二千米 再對回同一堆的對手 他再對回慶萬家奇妙連話 那些 對吧 我覺得這隻小神仙絕對是有機會反勝的 因為你看看那些負磅 上將小神仙真的是洩形勢來跑的 而他背著122磅來跑 接下來這一場 他背著120 即是輕了兩磅 而相反那些慶萬家 你看看 慶萬家上將其實的磅位 比小神仙更輕 背著119 輕了3磅 接下來這一場 慶萬家要背125 即是比上將慶萬家的119磅重了6磅 小神仙來的一場輕2磅 即是差8磅 即是說 接下來這一場 其實這隻小神仙的好處 那隻慶萬家8磅來跑 所以你也不要說不好處 是吧 好處奇妙連話都2磅 是吧 所以計算磅位 這隻小神仙來的一場好處 再加上這隻小神仙排了1檔來跑 不再是上次的11檔了 排1檔有什麼好處 排1檔有什麼好處 基本上你可以貼著這條檔 省掉了 而不是像上將一樣的虧位 所以我覺得這隻小神仙來的 排1檔 絕對是有望 這次這隻小神仙呢 重要是怎樣 重要是粗足才出來跑 這隻馬 你看回 這隻馬 是吧 之前 其實有沒有試襲 沒有試襲 這次是特意和你試一貨 特意安排田太安和你試 是吧 田太安都和他試襲 所以這次馬 操練很積極的 1月9日 是沙田草梨集 1600位賽事 小神仙最終能夠跑到第二 是吧 放四五位來走 最終是第二 還有這次小神仙呢 其實這隻小神仙呢 是一直按軌著的 你看回 你看看他有沒有騎過 根本上田太安都沒有騎過這隻馬 當時小神仙 是吧 小神仙 你看看 他是一直按軌著的 小神仙這裡這隻馬 觀眾 大家先看看 紅色戰爪 我指著給你們看 是吧 藍衣 黃袖的這隻馬 你看看他 最後他的姿態是很慘 裡面那些馬都在打邊 是吧 打邊拼著的 他還按軌著 已經過別人打邊的馬 是吧 人家打邊了 大哥 他都按軌著 過別人的 姿態非常之鬆容 是吧 基本上 比都沒有比 裡面那隻馬 這裏 這裏 你看看 這裏這隻馬 不斷比 你看騎士的手 是吧 你很明顯見得到 騎士的手不斷 他也沒有 是吧 你看小神仙有沒有搓 沒有搓過的 田太安 根本就 姿態鬆容到不得了 人家 狂搓 狂搓 他沒有動過 都輕鬆第二 所以其實 這隻小神仙 你從他試襲 已經看得到 他最近很好狀態 是吧 這貨雜誌很美 搓的那隻是什麼 標之5G 標之5G 這隻是 G1 2班馬 是吧 G1賽事 跑過 2班跑過 3班贏馬 是吧 標之5G 在搓這隻 標之5G 不斷推騎 都不夠 你的小神仙 這麼鬆容 拿著走 所以我覺得這隻小神仙 最近狀態 真是好狂 是吧 從試襲表現 真的看得到 因為人家小神仙 還跑4班賽事 都不是你標之5G 跑G幾 G幾 2 3班 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隻 小神仙 這麼好狂 不妨去留意 所以我們第一隻 會選到馬匹 選這隻10號的 小神仙 先來買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 會選到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二隻 會選擇的馬匹 這次我們到底會選到 哪隻馬呢 第二隻會選到 哪隻馬呢 其實 這場馬 我就想選一隻 六號的 精算特殊 即是選完 精算特殊 為什麼會選它呢 原因很簡單 第一件事 就是這隻精算特殊 最近的賽事很好 你看看 這隻馬 最近 一真情真 來跑千八米 即是跑長一點點 這隻馬 已經是第一 重要 他贏起來的姿態 都是誇張的 這隻馬 上將 都贏了整個頭位 回來的 看得到 跟之前的表現 是差很遠的 你不要看少 他贏頭位 好像 都不是那麼強 但其實實際上 這隻馬 上將贏起來 我覺得他誇張 已經比之前 進步了很多 精算特殊 就是這裏 藍衣 黃帽的 紅色戰爪 知道了 大家看看他這場怎麼跑 這隻馬 其實前速都快 你看得到 這隻馬 都不用怎麼比 已經是跟到前來跑 所以這隻馬 是一隻很快前速的馬 你看得到 他上場真的輕鬆擺頭走 再加上上場 其實 快馬 根本上 就不多 真的夠他前速快的馬 是不多的 你看 這隻精算特殊 真的被幾步禁鎖著 都已經是賺到錢的了 所以 其實上場跟他跑那些馬 前速是不夠他快的 絕對 這場馬 其實有些什麼慶萬加 那些的 慶萬加這些 你不要看他平時擺頭走 其實都完全不夠 這隻精算特殊的前速快 所以這隻馬 前速是很快 上場輕鬆擺頭走 放下放下 就已經是說放回來贏的了 你看得到 基本上 後面那些馬 都沒有他扶的 這隻馬 放下放下放下 就到了 基本上 騎士 去到最後200米左右 才說打邊砌下去 就把其他對手輕鬆趕過了 有些馬 想追他 但追極呢 怎樣 都追不到 追極都追不到 所以精算特殊 最終是贏成的頭位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精算特殊 最近 那個近跡 非常之強 而他贏到的馬 其實都說 是一大堆實力馬來的 說贏那些滿多福 年年有福 英進非區 慶萬加這些馬 這些馬其實不差 甚至有些馬來的都會再出 你看看 其實 慶萬加來的就再出 一支箭來的就再出 是吧 香港精神來的就再出 夢照法 接下來都會再出 就是說 其實精算特殊已經跑贏過 來的同場再出的五特馬了 是吧 他是連慶萬加都跑贏了 根本上 慶萬加也跑贏了 剛剛數過 慶萬加跑贏了一堆 剛剛數過了 慶萬加跑贏奇妙 連說長龍再現小神仙 逐步贏和香港精神 所以 二馬律馬 你說這隻精算特殊在來的場 是不是很高 喂 你精算特殊跑贏了 還有一堆什麼 就是 等同於這隻精算特殊已經贏過 來的同場一堆 是吧 所以 二馬律馬的說 我覺得這隻精算特殊在來的一場 絕對是要稱高 還要這隻馬越跑越長 其實這隻精算特殊很明顯見得到 他就是 跑長一點更好 是吧 今季呢 他一開始跑那些1650 1600 他都嚴短的 爭到1800就馬上贏了 是吧 增長一點就馬上贏了 今次跑到2000 呢 隨時對於這隻馬來講是更好的 是吧 跑長一點更好 是吧 更何況 如果來的這一場馬呢 那個形勢又遷就他們去跑呢 是吧 今天小馬場合 再加上 他前速又夠快 其實很輕鬆就一堆前來跑了 今場馬沒有什麼快馬走的 那些慶萬家你以為走嗎 其實前速都不夠他快的 是吧 所以 我呢 今次這隻精算特殊 可以繼續來留意 趁這一隻馬有狀態 是吧 就繼續買回他 這隻馬這次呢 其實賽前操練呢 賽前功夫呢 也是說 做到足夠的 基本上跟回上次的操練 贏馬的時候的操練 所以我們絕對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 今場馬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完這隻六號的精算特殊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們會買到的彩池 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這個彩池 用這個彩池去買回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兩匹馬就可以了 今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位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他們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祝大家 你贏多地勞 今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